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沙国也打探,沙烏地阿拉伯32岁的王楚穆罕默德·沙尔曼、Mohemt bin Salman,4日领导成立反探俗委员会,该委员会才刚成立,随即传出11名沙国王子和多名现任,前任部长已遭逮捕。 综合外媒报道,沙烏地拥有的犯阿拉伯电视频道,El Arabaya发布逮捕声明,约11名王子,4名部长,数十名前部长被捕。 外界认为这项行动是在巩固穆罕默德·沙尔曼的地位,穆罕默德·沙尔曼是沙国国王沙尔曼最爱的儿子。 报道指出,沙尔曼下令由穆罕默德·沙尔曼领导成立反探俗委员会,不料在几小时候就下令逮捕行动。 根据El Arabaya发布声明,委员会有权调查,逮捕,禁止履行或冻结其认为腐败者的资产。 此外,王室还下令解除米太部王子Prince Mitt Benabdolo的国家保卫部部长职务,并将经济部长法基埃Adolfa的职务解除,其他还包括海军司令等人也遭撤换。 沙国今年6月突然宣布解除57岁王储Naifu,Mohemt,Benev所有职位改立儿子穆罕默德·沙尔曼为新王储穆罕默德除了原本的国防部长等职务,再兼任副首相,全力尽赐于国王沙尔曼。